王牌部队首批预告片非常近距离的推出了新电视剧服务平台的招商合作交流会 不少拍摄结束的热播电视剧也陆续陆续开始了招商合作 在其中关注度很高的一部中 就是这一部正在出演群英会碎的军事电视剧《王牌部队》 但是令大伙感到意外的是 王牌部队的官博在公布第一大阵容的宣传海报后 却引起了不少人的质疑 甚至还有粉丝因为官博公布的宣传海报而取消关注 在短短两个小时内官博就掉十万 参演或因甘味之谜 大家都知道一山不能二虎这句俗语 而在王牌部队中 黄景瑜和肖战两位人气最高 一位是专业军事电视浅持之名演员 另一位则是最近热捧的超级偶像 黄景瑜和肖战的人气质 正是这一部剧常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比如在宣传海报中 大伙能看到的可能就是在宣传海报上 从左到右分别是黄景瑜肖战 钟楚希以及几位风度翩翩的知名演员 黄景瑜一番肖战二番 黄景瑜演过许多军女电视剧 有些人能扛得起收视率 一般说来当一番并无难事 但在宣传海报正式公布两小时后 大伙惊奇的发现 官博相继掉粉近十万 这个反面控制简直让网友们大吃一惊 除此之外 官博官方宣布后 全是疯狂增粉 只有王牌部队区别样 是疯狂掉分 而历史调查发现 很多粉丝原来是肖战 很多粉丝都取消了对官博的关注 其中包括很多肖战超粉 网友纷纷质疑 不明白这十多万元粉丝为何取消关注 真真切切 正引粉丝发火的 是剧方清净牌的前后左右不一致的心态 张着以前招商合作是一模一样的 到官方突然宣布 突然改成二番 是过路人感到吓人 不把注意力放在才怪呢 其实 影迷肖战也会陆续声称 只是把重点放在肖战演的角色 故意也身上 也希望剧方能弄清楚自己的缺点 白给影迷们的声明 却又不给等值的薪水 毕竟还是要受罪的 这次就取关了 就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